看到美股昨天反而政策明朗化之后 市场反应都偏向乐观 是否和大家预期的又不是特别再应一些 因为都有心理准备 美股最近有个高位调整了之后 你看看是否调整完呢 有没有联储局由陈奈落定 走势会更加好些呢 其实过去这几天的时间 你见到美股都有波动 高位震荡 也是合理的 因为上周出来的CPI数字也好 甚至有之前的时间出来的PPI数字也好 其实真的相对比较高 所以大家都有点担心 联储局会不会出资的力度 会不会再狠一点 但是其实你看到这次刚刚提及到 他说的那些东西 其实都是大家预期之内的事 你可以说应有如早 但就真的不是很应 所以就变成了市场上 我觉得戒心是少了 因为美股其实过去这几天的时间 那个波动 应该说这几天的时间 是回调了不少的 特别科技股 所以当你说很多东西都出到来 跟市场预期差不多的情况之下 你又有一个比较上市场的反弹 那我合理的 而且我自己本身对于美股的看法 一直都相当之正面 我又不会觉得会出现股灾 我又不是这样看的 甚至乎你以下轮的情况去看的话 现在你看到一些行业 以前都预计了 就是说今年第四季 下轮第一季的公司的盈利增长 那些汇股盈利 即EPS的增长还是OK的 所以我对美股的看法 还是相当之乐观 我想你是不是也很乐观的 但是至少你和港股相比的话 美股的行情我还是看法比较正面一点